朋友们好,我是老二 他俩是我的大小外甥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加油 感冒了,朋友们 鼻子不透气,然后喉咙疼几天了 晚上睡觉干疼 然后带着他俩来这个隔壁村拿点药 给大家看看我们村里的诊所是啥样的 我上回还是有点大雷屁股震 有点大雷屁股震 大雷屁股震 大雷屁股震 你穿着不冷啊 你穿着哪头呢? 不冷 你穿着哪头呢? 不冷 你穿着哪头呢? 这是我今天拿的治喉咙的药 也不算多 教大家一个吃药的新方法 朋友们 正常吃药我们先 先吃药片 先把药片放嘴里 但是我吃药是先喝水 这样不苦 我自己自己发明的 要先把药片扔嘴里的话 嘴巴里都是苦的 这样吃药的话 先喝水 不要咽 把药片往里一放 嗯 就搞定了 屋里进老鼠了 朋友们 看见没 就这个地方 它肯定是从这里端过来的 想办法堵一下呀 把我的烧饼给咬了咬 烧饼也不能吃了 昨天晚上 咯吱吱咯吱吱想半夜 买鸦吧 好 买鸦漏蜀 漏蜀蜀 嗯 嗯 你还团掉的呀 好 嗯 那再见 嗯 走 兄弟们买到了 买到了 还找我两块钱 我舅舅现在在家等我的 赶紧坐 我看见舅舅在二楼了 因为我家还有一个二楼 买回来了 啊 先瞪着我啊 我看着它躲在那儿 哇塞 外边还看不见 只能从里边躲 应该是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个地方 找了一块瓦片 本来想用砖头了 我感觉砖头有点大 只能用瓦片躲一下 搞定了就这样吧 把这个老鼠汁放到这个架子 圈上 把这个 幼鼠药网上一撒 我觉得它今天晚上肯定跑不了了 朋友们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我们看看能逮到几个哈 应该是不大的老鼠 这不是啥会 妈咱们 这 vielleicht 撒 现在 有一个 为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 第二个 为什么 给大家看看朋友们 这是给原本 弄到这个 水壶 新的 这是第三天吧 咬坏了 咬成这样了 弄不了啊 给它买啥东西 它都破坏破坏